亲爱的老师们,你们有没有在疫情以后回来学校 发现学生的社交能力真的是一言难尽 今天这期视频呢会介绍给你六个方面 如何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 哈喽,老师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Lucy 我是为美国中文进入是小学的老师,我教授一年级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要来讨论一个从开学到现在就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就是疫情以后啊,由于这些孩子在家里面啊 大量的时间都在远程教学,除了家人以外没有跟外人过多的接触 那回来学校以后呢,如何提升他们的社交技能 就是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社会情绪学习 那么有研究表明啊,这拨COVID孩子 他们的社交能力是要比同龄人啊,要弱大概一年到两年 所以现在我教的大概六七岁的孩子 那他们的社交能力可能也就相当于五六岁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疫情啊,真是对孩子的学习和身心健康啊 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会从六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啊 到底怎样可以让我们孩子变得成熟那么一点点 让他们的社交能力有所提高 最近啊,在我的班级当中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班有一大面自强啊,会有两个小棍儿 然后两个小朋友当同学,一个小朋友当老师啊 那个老师说请你点啊,跳高 然后两个小朋友就要找跳高在哪里 因为词语非常多 我故意的没有告诉他们规则 我就说你休息的时间,你就可以去玩一玩,做一做 那我就想看,如果老师没有设立规则 学生会怎样conduct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真的非常乱七八糟啊 然后我就发现啊,特别擅长做leader 管人的这些小朋友就跳出来说 啊,我们应该take turns 然后小朋友傻眼了,我们要怎样take turns 你可以剪刀石头布,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基本上等他们fix好 谁第一个谁第二个啊 休息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那这个也在告诉我们说啊,原来take turns这件事情 还需要我们去教啊,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教的是几年级 小小孩也好,然后也大大的这个孩子也好 他们多多少少在这个社交方面啊,都是需要很多的学习和practice这样的练习的 那今天所说的第一点呢,就是跟我们的练习有关 就是任何的一项社交技能的学习 都需要老师先去demo,先去示范 这听起来有点silly说啊,take turns就有什么好示范的 我告诉你这么做就好了 可是对于尤其像我这样一年级的孩子来说 你不示范他们就真的 二仗合上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觉得啊,示范最好的方法就是roleplay和smartalk 我分别来说啊,roleplay就是角色扮演啊 比如我们在晨慧的时候做的一个活动 就是,哎呀,我很想去加入一个group 比如他们在玩沙子,他们在玩玩具 哎呀,我觉得好好玩 我该怎样ask to join a group 比如这两个小朋友在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啊 我让他们玩乐高,在那个group里面 然后我就说,哎呀,现在薛老师特别想跟他们一起玩 我要怎么做呢 我可不可以直接过去,把玩具抢过来 小朋友说,啊,不可以 因为他们会很伤心 我一会儿会说情绪语言 那我说,那我要怎样说才能跟他们一起玩呢 他说你可以去问 我说我要怎么问呢 小朋友说,你就说我也想玩 我说跟他说我也想玩 我说我有一个更好的 这个句式是,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这个句子要一直练练练啊 对于一个二外的孩子来说 他不是自然的就可以说出来的 然后呢,我就通过角色扮演 我说现在我是小朋友 你们在玩乐高 然后我就过去问 我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 两个小朋友说可以啊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玩了 然后我会用分小组的方式 轮流的来让小朋友表演 怎样去join a group 怎样加入他们不停的练习这个局势 那这样等到他们玩具分享啊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自然就说,啊,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他说当然可以 包括当然可以 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 那这是角色扮演 那还有一种就是smart talk 你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 讨论的方式来跟小朋友探究一个社交问题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 他在跟你做鬼脸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 那多数情况下啊 小朋友直接跑过来 老师谁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我说呢,你除了告诉老师 你自己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然后小朋友就说,啊,你可以告诉他挺我不喜欢 这个句式也是我教的 就是先说挺 然后再说我不喜欢啊 这样的话孩子会知道 哦,这个时候我要说这句话 他们要学习一下 那还有呢,就是小朋友不小心碰了你一下 或者是玩的时候啊 too rough, too wild 就撞了你一下 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大事啊 你不需要看护士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表达 你撞了那个人的小朋友要说什么 对不起 也很好啦,一起练对不起 就包括这个对不起没关系啊 你这只课堂当中都得去练习 孩子们才能去学会 所以老师们真的是要多一点的耐心 去做这样的角色扮演啊 或者是这种小对话呀 来让孩子明白一些 他们在社交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以及解决的方法 第二个方面呢 既然说到了社会情绪学习 那这个情绪的学习就很重要 你要让小朋友了解说 哦,人有不同的情绪 那有积极的情绪 也有消极的情绪 我们不说好和不好 因为这个没有好坏之分 就是不一样的情绪而已 那像积极的情绪 比如开心 快乐 高兴 激动 兴奋啊 这些都是积极的 那还有一些消极的情绪 比如说伤心 害怕 紧张 崩溃啊 这种 这种moment 那它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 那么当学生了解到 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以后 我们老师就要去引导 他们如何合适的表达情绪 那比如有的小朋友 他生气了 不开心了啊 他可能去hurt others 去踢别人 去打别人 做一些不礼貌的事情 也可能shurt themselves 这个就很危险 再或者是扔东西啊 摔东西啊 大吼大叫啊 那这些肯定不是我们老师 希望看到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要引导学生 去做一些 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就是刚刚说的smart talk就来了 你可以去问小朋友 你特别不开心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小朋友说你可以去画画 你可以去跑一跑 动一动 你可以去找一个地方 去大喊 再或者是拿一个枕头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去交流一下 我说下次你在教室里面 特别不开心 或者你跟小朋友 闹了矛盾 或者怎么讲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让他自己稍微待一下 如果有小朋友 做出了一些 比较极端的行为 那我会告诉他们说 请你给他一点 这个时间和空间 让他自己一个人待一下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不让自己受伤害 那等等的 这样的conversation 都可以帮助他们去找一个 就是substitute plan 就是你如果说 我不能去摔东西 不能去hurt others 那我要怎样做呢 我要有一个通道 对不对 那多数老师就停留在 第一个阶段 就说哎呀 你不开心的时候 不要去打人 你可以自己待着 但是他的那个情绪 还是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宣泄的这种通道 那你这种东西 就是无效沟通 下次他还是会 重复同样的行为 所以呢 告知学生 人有不同的情绪 这很正常 你不开心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同时还要告诉他们 如何合理的 去宣泄情绪 那这是我们社会学习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前面两点呢 说了这么多啊 可能只能在一些 unstructured time 就非教学时间 才能让学生去尝试 比如出去玩啊 休息时间啊 可能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去练习这些社会情绪 学习的点 再或者我们老师 没有办法 及时的给出反馈啊 就导致我们的学习 没有那么高效 那除了在unstructured time 就是非教学时间 我们也可以在 教学时间课堂当中 尽可能的 以合作式学习的方式 让学生去了解 社会情绪学习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关于如何做 合作式学习呢 我也出过相关的视频啊 非常具体的给你解释了 如何把这种小组 互动的学习 融入到我们课堂当中 那很多老师呢 可能有一些担心和困扰啊 就是这种学习模式 是需要大量的planning的 不是你在前面讲 这种teacher center 而是student center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 你把规则制定的 非常的详细 学生才能了解 你的expectation 你的期望值是什么 那很多时候 我们老师担忧来自于啊 你知道吗 这样的学习很没有效率 再或者是学生太乱了 是不好这个管理 再或者是怕一些意外的情况啊 小朋友闹矛盾一类的 其实正是因为 我们有这样的担心 才说明这真真正正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老师 我们需要去尝试进步的事情 也是一个学生需要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先不要去害怕 只要我们把规则制定的足够详细 学生能够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小事情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来说一说针对不同的孩子啊 他们需要的社会情绪的点到底在哪里 那我基本上可以把我的班级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leaders 领导者 什么东西都喜欢带头的 那第二类呢 就是followers 跟随者啊 别人干什么我干什么 觉得什么好玩 我就去加入那个小组 那第三个呢 就是loners 就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玩 我觉得你的班级 基本上也就可以分成这三类了 那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孩子 我们怎么有针对性的帮呢 那首先对于leaders 有的孩子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他往往想的是 我要怎样让大家玩的开心 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心 那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总喜欢管别人 就我要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什么东西都喜欢说 大家都听我的 那这种孩子往往呢 就是大家不太愿意跟他玩 因为我也不想总是听你的 你告诉我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那所以针对这样的孩子呢 我们往往需要的就是引导 我觉得你要告诉他说 你看你如何让大家玩的开心呢 可能如果大家都听你的 那他们就会不开心 所以你要这个换位思考 我告诉你 叫换位思考 你要想一想 别的小朋友现在在想什么 他们觉得怎样玩很开心 那如果你能做到 让他们都开心 那自然大家都愿意跟你玩呢 是不是 这对于leaders 对于followers 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好玩 我就往上冲 然后我发现我受伤了 或者是我闹不开心了 不愉快了 他们就会很崩溃 那我首先告诉这些followers 就是你有加入的权利 对不对 你想加入一个group 那别人让你加入了 那可以 但是如果你受伤了 你就要想一想 你为什么受伤了 那可能是你play too rough 可能是你没有遵守规则 所以被别人kick out 对不对 或者别人就是不愿意跟你玩了 人家玩的挺好的 那不要伤心 不要担忧 首先你要确保你自己是安全的 然后再想说 如果这个他们不想让我跟他们玩 我可以去找别的人玩 我可以去找这个组 我也可以去跟男生玩 跟女生玩 我们都可以的 所以没有必要非盯着那一个group不放 所以这个followers也是有这种 内心的小纠结 就是哪个我都想玩一玩 哪个我都想跟一跟 那对于第三个就是loners 往往家长就很担忧 哎呀 我的孩子在学校没朋友啊 哎呀 我到底怎么办呢 那针对这样的loner 我往往会尝试的一点 就是找一个secret partner 就是我可能找不止一个啊 能两到三个小朋友 我说你们就是他的那个秘密伙伴 只有你们三个和薛老师知道 不要告诉任何人啊 你只要出去玩的时候发现 哎呀 他自己一个人在玩 马上过去找他一起玩 我只需要一个小朋友过去找他一起玩啊 他们就觉得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所以会很开心啊 那这三位小朋友 我主要找的也是一些 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啊 很外向的这种 就是带带他 把他带过来一起玩 那你与其不断地教他 哎呀 你要跟其他小朋友玩啊 你让别人去带他 可能是更容易的一种状况 那么第五个方面啊 就是做一个为人师表 到一个典范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都很心虚啊 因为我发现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我一边告诉小朋友 你生气的时候 应该去看书画画 动一动或者抱枕头 可是一边我又很大声发脾气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完全说不通啊 那我会跟小朋友很真诚地道歉 如果真的是我做错了事情 或者我刚刚大声完脾气不好了 我就会跟小朋友说对不起 刚刚薛老师没有控制住情绪 我跟你们道歉 但是我发火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薛老师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啊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包容我啊 我可能就是变成了一只喷火龙啊 我们读了一本书叫我要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就是讲一个生气的小怪兽 每天就是发火发火 那我觉得老师跟学生道歉这件事情 就是理所应当的 你一边告诉小朋友 你做错了事情要道歉 一边自己做错的事情 从来没跟学生道过歉 也没说过对不起 那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老师你可以这样 我们就要道歉 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 其实就是通过read aloud 读书故事时间 跟小朋友去讨论一本书当中发生的故事 让他们去思考这个过程 来学习社会情绪 非常非常的快速且有帮助 我觉得绘本就是 我觉得通向孩子内心的非常好的媒介 很多时候我们大人想表达的东西 其实往往不如一本故事书 或者一个动画片来得更实际 那我刚刚提到的 像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我就是赖马先生非常好的一本 关于发脾气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怎么做 这很好的一个讨论 很有趣的一本书 那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我是怎样给小朋友去读书的 那首先我会读完一遍以后 告诉小朋友说 你现在要画一个东西 基本上会四页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发生了哪四件事情 最开始的时候 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发生了什么 最后发生了什么 他有一个order和sequence在里面 那通过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知道 一开始他很生气 然后做了什么事情 又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他好了 那我随便拿一个 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很生气 然后他尝试了这些事情之后 周围的人都不喜欢他了 然后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不开心了 最后他高兴了 通过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画画的过程 小朋友就可以很有效的 去把里面的一些detail细节 和他处理的方式 pull out出来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运用到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今天这期啊 跟大家闹了很多啊 孩子的社会情绪学习 真的是太难了 你就针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们现在只像一个五岁六岁的孩子 你会觉得很frustrating 很exhausted 每天都在跟他们说 你要take turns 你要说好听的话 你要怎么怎么样 就真的还蛮辛苦的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努力呢 都一定是有成效的 那么今天要跟老师们分享 就是 When students look for role models They often look to their teachers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